亚克全新装甲形态到底隐藏了什么奥秘 作为奥特曼第26部TV剧 新生的第12部作品 新奥亚克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多奥秘的关注 在公布完基础形态后 远古又公布了亚克霸气的装甲形态 它们分别是亚克着日装甲形态和亚克好于装甲 在设定上人间体将着日装甲模方 放入亚克觉醒气候会立刻释放能量 接着亚克身上会出现仿佛缠绕着赤色火焰的装甲 而当装甲胸口的着日核心亮起来以后 亚克的战斗力和防御力将会被提升数倍以上 而这个形态会在亚克第四级登场 值得一提的是 着日装甲模方上映着的是优马小时候 想象的太阳之力图案 看来人间体从小就被奥特曼选中了 而耗越装甲则则是由人间体将 耗越魔方装甲放入亚克觉醒气候 变身而成的形态 在设定上该形态为速度型装甲 亚克的速度和敏捷性会得到显著提升 尤其在空转方面能发挥出极大的优势 类似于迪迦的空中型 除此以外 亚克号越装甲的左手上 还配备了一个名为号越飞盘的圆形武器 可以像赛文投标一样 进行远程和近战攻击敌人 除此以外 亚克的武器为亚克目镜剑 现在中心位置和亚克的眼眶极为相似 亚克将近放在眼前 目镜剑会立刻与亚克额头上的灰式呼应 接着会发出彩虹光芒 对敌人进行斩杀 亚克使用此剑 可以使出亚克利刃终结者 不仅如此 亚克将号越魔方 放入目镜剑以后 还能释放威力超强的必杀剑 但具体的技能 还需要等到7月6号上映以后 咱们才能知道 最后你们期待亚克吗